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外交关系的变化 美中外交关系从友好到现在这个转折 当中我们可能讨论过很多人物 比如说某人是鹰派还是鸽派 那么当然很多人都认为正因为美国政府有很多对华关系的鹰派 所以导致了美中关系发生了矛盾 当然最坏的鹰派就是川普了 因为很多人认为是川普改变了美中关系 讲到鹰派和鸽派 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这个方面 到底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呢 如果川普是鹰派的话谁是鸽派呢 开始很多人都认为拜登是鸽派 拜登上台之后美中关系一定会有所变化 拜登这次鸽上台之后好像变得比川普还更加鹰 那么中国方面 中国在外交层面上有谁是鹰派有谁是鸽派呢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一直是个鸽派 比如说前大使崔天凯 经常讲一些美中要避免误判 美中要维持这个友好的关系 现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是秦刚 秦刚在我的印象当中 在美中关系上也是个鸽派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当一个国家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派出大使的时候 你总不能找一个对对方的政府有敌意的人去当大使 这样对两国关系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秦刚也算是一个鸽派 他到美国之后在美中关系的表态上一直都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在8月16号秦刚突然改变了他过去给我的印象 秦刚变成了一个鹰派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判断呢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16号在美国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有点奇怪 我现在看到出来报道这个记者会的都是一些网路媒体 比如说Politico啊 比如说Axio啊 这些都是网路媒体 那么像我们日常所了解的主流媒体 像这个CNN啊 华盛顿邮报啊 纽约时报啊 似乎好像没有参加这个记者会 因为之前就发生过一次 秦刚希望跟这些美国媒体见见面 但是呢 这些美国媒体啊 都没有到场 也没有做这个报道 秦刚的当时所对美国媒体发表的言论 为什么不报道呢 因为他跟中国外交部所发表的这个言论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当时美国媒体就选择 直接忽略了秦刚相关的声明 这是秦刚这个记者会呢 据说是一个小范围的记者会 但是秦刚在这个记者会上 所发出的信息啊 十分重要 秦刚说啊 美国政府在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如果还不展现出克制 将会开启新一轮的紧张 那么美中之间有关气候变迁问题 还有核安全问题都免谈了 我想秦刚 这是我看他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以来 发表最强硬的言论 这里边强硬的言论在于 这个气候变迁和核安全 如果美中两国都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的话 这对美国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我们知道核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关心的 而这个气候变迁问题呢 是拜登政府最关心的 拜登要想花钱 要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国会的民主党人跟拜登 一直拿这个气候变迁来做文章 包括刚刚通过的什么2022降低通膨法案 大部分的钱都用于这个应对气候变迁 这个新闻我们昨天讲过了 那么在这个应对气候变迁问题上 除了拜登要拿这个话题来做文章之外 其实应对气候变迁 美国无论设定什么目标 中国只要不配合 美国的目标都没有办法达到 因为现在从这个排碳角度来说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排碳国 其实我们讲到应对气候变迁这个问题 美国除了让拜登政府拿来做文章 可以花更多的钱之外呢 美国在国际战略上也是有它的如意算盘的 比如说如果中国答应美国减少排碳的话 这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中国工业生产的这个能力将会下降 因为中国现在在工业生产上 有大量的使用传统能源 也就是有排放二氧化碳 如果中国配合美国的这个减碳政策 等于说中国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传统能源的使用 这对中国延续经济高速发展 一定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 但是现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不配合美国的话 无论美国政府怎么样给自己设定 2030年或者是2050年达到了碳的零排放 因为中国的不配合整体世界上的碳排放量 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所以这也是拜登政府一直对中国有所求的地方 大家还记得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政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官员 就是所谓的气候特使 现在既然中国不愿意跟美国谈这个 有关应对气候变迁的话题 气候特使克里先生基本上就可以放假回家钓鱼了 所以这对拜登政府可以说也算是一个打击 秦刚在这个记者会上说 中国今后会把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包括官员访问台湾 或者海上行动都视为挑衅 这将使双边关系不稳定 这不但会影响美中双方一些议题沟通的进展 而更严重的是 中方将对美国这些所谓的挑衅行为进行回应 秦刚说 佩洛西以及现任的美国参议员马基访问台湾 是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秦刚在这个记者会上 向美国政府表达了一个清晰的观点 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来注意一下 秦刚说 中国将美国国会视为美国政府的一部分 希望美国不要再指责中方 秦刚说 我们希望佩洛西是最后一位访问台湾的议长 我相信秦刚这个表述 一定在美国政府内部受到非常强烈的反对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 行政权 司法权 立法权 是三权完全独立的 拜登能不能命令佩洛西不要到中国访问 不可能 但是你说拜登能不能私下协调佩洛西不要访问中国呢 有可能 因为这两个人啊 都是属于同党的 但是如果拜登是民主党 而国会众议院的议长是共和党人的话 那么拜登对国会众议院议长要访问台湾 可以说没有任何方法来阻止他 但是秦刚告诉美国政府 我们把美国国会看成是你政府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说 其实美国总统是有能力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的 但是你们没做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愤怒 我们看这就是美中两国意识形态不一样 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一样 所产生的误判 中国坚持认为 什么国会议长 你就是政府的一部分 只要总统说一声 众议院的议长就应该取消到台湾访问的行程 如果中国是这样认为的话 我想接下来拜登就会压力三大了 因为2022中期选举之后 如果共和党掌握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议席 那么未来下一届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共和党人既然民主党的议长能够访问台湾 难道共和党的议长不会去台湾吗 我想一定会去 只要在2022年中期选举 共和党人掌握了众议院的多数议席 共和党人国会众议院的议长 一定会在他的任内访问台湾 那么到时候如果中国政府还是这样判断的话 众议院是政府的一部分 拜登如果不阻止的话 就是侵犯中国主权 那么我想到时候美中关系将会出现另外一个危机 秦刚在这个记者会上说 他说如果美国军队接下来在台湾海峡有行动的话 中国将一定会回应 美国军队接下来在台湾海峡会有什么活动呢 中国驻美大使为什么表达出鹰派立场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成了一个鹰派 那么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十分强硬的立场 其中一条讲到 他说如果美国军队接下来在台湾地区有相关活动的话 中国政府一定会有回应 那么美国军队在台湾地区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美国有一个内阁官员叫亚太地区的协调员 就是被称之为亚太沙皇的坎贝尔 坎贝尔在这个8月13号的时候 就在华盛顿告诉记者说 他说虽然现在美中两国因为台湾问题关系紧张 但是美国军队的船舰以及飞机 预计未来将会通过台湾海峡 坎贝尔说美国军方根据其对航行自由的长期承诺 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或者部署 这将包括在未来几周之内正常飞越和穿行台湾海峡 坎贝尔这番话意思说 在未来几周将会有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我想这在中国看来一定是个严重的挑衅 因为中国前不久已经宣布 台湾海峡没有什么中线可言 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 那么如果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话 这会不会被看作是对中国领海的侵犯 如果是的话 那么中方会不会如秦刚所说的有所回应呢 其实在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 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都相信 中国军队将会用强硬的方法 让佩洛西的专机没有办法在台湾的机场降落 当然最终 中国军队据说连监控跟踪佩洛西的专机都做不到 因为在电子战上 美中军队发生了较量 这个较量以中国军队落败而告终 这个是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个电子战其实是两军作战当中 决定胜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这次不是只是为了跟踪佩洛西的专机 而是两国空军直接交战呢 换句话来说 在空中美国的飞机能够看到中国军方的飞机 而中国军方呢 却看不到美国的军机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在空战当中还有什么悬念可言呢 而现在秦刚说 如果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话 中国会有所回应 我不知道这个回应是用军事手段呢 还是依然是用外交手段来抗议呢 问题是这个坎贝尔在讲到 美国军机或者军舰 接下来未来几周 有可能穿越台湾海峡之外啊 坎贝尔还宣布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 美国也希望扩大跟台湾的贸易联系 新的美台贸易计划和 与台湾政府推进的贸易谈判 将会有进一步的规划 这个规划呢 也会在未来宣布 我们知道美台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有很多层面 那么外交关系呢 现在美台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其实美台之间 除了名义上没有外交关系之外 所有的领域美台之间越来越密切 那么经贸关系是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标杆 美台什么时候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对台湾未来能不能加入一些 国际贸易多边组织 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好了 坎贝尔的消息十分清晰的美台之间的自贸协定的谈判 未来将会有非常大的进展 其实这一点包括佩洛西在访问台湾的时候也说 美台的自贸协定可能并且快了 所以我们预期美台自贸协定的谈判和 向这个正式签署协议的推进 这个进度将会比预期的要快 那么如果美台签订了自贸协定 而台湾开始加入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经济多边组织的话 台湾未来在国际的能见度将会越来越高 那么哪怕台湾跟很多主权国家没有明面上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其实台湾在国际上和主权国家的交往将会越来越密切 我们之前说过佩洛西访问完台湾之后 按照立陶宛的外长说 这是打开了国际社会访问台湾的大门 现在除了日本英国德国的议会代表团要访问台湾 最新的加拿大的议会代表团也要访问台湾 所以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也好 还有坎贝尔说的美国军舰军机要穿越台湾海峡也好 它会令到未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政府官员访问台湾 那么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秦刚从驻美大使的鸽派立场变成了鹰派 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秦刚在跟美国记者这个记者会上 我们还是看到秦刚还是尽量用一种鸽派的立场来描述美中关系 但是美中关系冲突到现在已经成了中国要求美国必须改正错误 而美国又觉得我根本就没有错误 所以这种情况下 秦刚这个鸽派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就有限了 他也必须要在美国媒体面前展现出自己的鹰派立场 所以我们就会很担心 美中的外交关系层面上中国还会有鸽派的官员吗 除了美中关系之外 最近我们也关注到日台关系的发展 8月16号中华民国的总统蔡英文接受了日本一家月刊的访问 这家月刊的名字叫自由 这个自由月刊来头并不小 因为它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党刊 那么蔡英文在接受党刊的时候 就强调了台湾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 强调了现在台湾海峡的危机程度之高 强调了台湾海峡的安全 为什么蔡英文接受日本自民党这个自由月刊的访问 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呢 因为给蔡英文做这个访问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 这个人叫河野太郎 如果大家有关注日本政坛 一定会知道河野太郎是什么人 河野太郎是什么人呢 河野太郎是现任的日本素质大臣 但是河野太郎之前当过日本内阁的很多重要的职务 比如说外交大臣 国防大臣 除此之外 河野太郎还担任过行政改革担当大臣 疫苗接种推进担当大臣 国家公务员制度担当大臣 河野太郎在内阁当中担任过很多个职务 而河野太郎在日本也是个政治世家 过去我们讲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时候 我们讲了安倍晋三在日本政坛上是一个政治门法 是一个政治世家 那么他们的家族当中很多人担任过重要的职位 可以说一门出了三个日本首相 而这个河野家族也很有意思 他一门出了两个副首相 河野太郎的父亲叫河野杨平 曾经当过自民党的总裁 也当过副首相 河野太郎的祖父叫河野一郎 也当过副首相 所以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都当过副首相 就是没有出过一门首相 所以河野太郎是非常有政治野心的 他在日本自民党内有自己的派系 并且他担任过内阁很多重要的职位 所以说这是河野太郎 以这个数字大臣的身份 在这个自民党的月刊 对蔡英文展开了访问 那么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媒体 对中华民国总统的访问 其实这是日本政坛重要人物 跟蔡英文之间的一个对话 河野太郎在日本政府对华关系上 算一个鹰派还是鸽派呢 河野太郎过去立场是鸽派的 为什么我们说的鸽派呢 河野太郎在过去对这个中日关系的描述上 他主张要维持良好的日中关系 持续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我想后面这个河野太郎很明显是会失望了 那么2019年河野太郎现任外务大臣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 河野太郎先生这两年担任日本外向期间 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方对此呢积极的评价 也希望河野太郎今后一切顺利能够为中日友好 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从这两点来看 河野太郎过去是个鸽派 但是今天的河野太郎还是个鸽派吗 我们知道中日关系一定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 而日台关系同样也会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 河野太郎今天以这个数字大臣的身份访问蔡英文 绝不是一个月刊的这个主持人普通的访问 很明显河野太郎作为一个日本政坛上有政治野心的政治人物 访问蔡英文是为未来的日台关系的发展做一个铺垫 如果美台关系今后在经贸方面 在其他的合作方面有非常密切的发展的话 我想日本也会跟随美国的政策 所以河野太郎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政治人物 未来他真是有机会成为日本首相的话 河野太郎很可能也会从一个对华的鸽派人物 变成了一个对华的鹰派人物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